今夜最新画面 桃园龟山区仓储厂晚间惊喘二极火警 厂内摆放了易燃物品还有其他不明物体 起火之后爆炸声频频 一楼全面燃烧 燃烧面积达到30平方公尺 相方队出动大批人车赶往救援 索性没有任何的人员受困或是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谋略大火直窜天际烈焰 周亮夜空天门收得红彤彤 铁皮厂方全面陷入火海 还疑似有易燃物经见小烟火伴随阵阵爆炸声响 火场烟雾笼罩火势还伴随巨大殉壮云 宛如核爆场景吓坏附近居民 工厂老板急忙赶到看着厂房遭到大火吞噬 却束手无策交集又无奈 火警发生在28号晚上7点多桃圆归山区 数人路上的仓储厂房 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一楼铁皮屋全面燃烧 里头疑似摆放大量塑胶粒色粉等易燃物质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人员紧急出动上百人 40多辆消防车布水先灌救 消防山的水压严重不足 所以我们掉快了大量的一个水库车 然后我们也到这个中油炼油厂 做循环送水的方式 全力的来抢救 人上面积仅销出估超过30平方公尺 仓储因此复制一具 所幸没有人受困伤亡 证据详细的起火原因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理清 吉祝祥团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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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